大家好,我是江銘山醫生 歡迎大家來到網上的媽媽講座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作為一個新手媽媽需要知道的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當太太懷孕 他們都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你知不知道他們最常問的人是誰呢? 根據一些非正式統計 他們都是問Google 你又是不是問Google的人呢? 當然網上有很多很多的知識 但未必全部都準確 希望我今天可以一一解答你們的疑團 其實最多人關心的題目 第一件事就是懷孕的時候應該要吃些什麼 其實我們只要維持一個均衡的飲食 保持我們身體正常的活動 維持適當的體重增長就可以了 但怎樣為之適當的體重增長呢? 通常我們頭三個月都未必要增加很多 三個月內增加半公斤至兩公斤都可以 但從第四個月開始 我們大約每星期就增加半公斤左右 即大約一磅左右 可能你聽下去很恐怖 如果我從第四個月開始 每個星期重一磅 那就是說我會重二十多磅 那確實我們懷孕 就算你保持得多健康都好 那我們都要適當的體重增長 因為除了寶寶會佔我們大約六至八磅之外 還有胎盤胎水增大了子宮 還有我們身體都會聚積比較多的水分 血液的容量也會提升 還有我們的乳房或其他地方的脂肪 都會長多一點 是準備之後的需要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正常BMI的 即大約18.5至25BMI水平的媽媽 通常都會重二十五至三十五磅 反過來你本身是比較輕的話 可能你要重的磅數更加多 反過來你本身如果是偏重一點 你可能需要重的磅數又不用那麼多 原來我們重得太多都有風險 除了肥不漂亮之外 我們都擔心容易些會有任神的糖尿病 高血壓 而且生的時候也特別困難 也增加了開刀生嬰兒的風險 至於嬰兒如果你是特別重得多的話 他在你的肚子裡吃好住好 出來要靠自己喝奶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有低血糖的問題 又或者嬰兒在肚子裡養得特別健康 出來可能都會比較困難 順產生嬰兒 順產的時候 對於健康的嬰兒的風險也會大些 嬰兒在肚子裡特別健康 年紀大了 做了成年的時候 都容易有肥胖 糖尿病 血絲血壓高這些問題 其實除了體重的增長需要適量之外 我們都要攝取一些重要的營養素 鐵、瘋、維他命D和DHA甚至鈣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如逐樣逐樣說 我們首先說鐵質 原來普遍香港媽媽的血力鐵質的含量 都是低於標準的 但其實鐵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是製造血紅蛋白的基本元素 血紅蛋白就用來製造我們的紅血球 如果不夠紅血球除了貧血之外 所以鐵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鐵質這麼重要 哪裏有鐵質呢? 其實除了動物性的食物之外 植物性的食物都有很多鐵質 不過一般來說 動物性的鐵質 例如牛肉、豬肉那些 它們含有較多血紅素的鐵 而植物性的鐵質 它們就不是比較沒有那麼多 而肉類的鐵質 亦都比植物的鐵質更容易吸收 所以是比較好的 亦都給大家一個提示 如果我們是很想增加鐵質吸收的時候 當我們吃鐵質的時候 例如吃紅肉、牛肉的時候 就盡量避免高鈣的食物 例如牛奶、鈣片 亦都避免去喝濃茶 因為茶裡面的丹寧酸 其實都會有外鐵質的吸收 不過反過來 如果我們吃一些 含維他命C豐富的食物 例如橙、奇異果這些食物 維他命C其實是會反過來 幫助鐵質的吸收 除了鐵質之外 香港的孕婦都是缺乏癲質的 還有 原來缺乏癲質的話 是有機會影響嬰兒的腦部發展 有機會影響了她的IQ 所以聽到這一點 媽媽和爸爸馬上覺得癲質是不可缺少 因為香港的食鹽跟外國的地方有少少不同 香港的食鹽沒有特別加入額外的癲 所以如果我們平時的飲食習慣 不太喜歡吃海產 不太喜歡吃齒菜 海帶的食物的話 可能真的不夠鐵質 所以鐵質我們要特別留意 除了鐵質之外 維他命D也是我們香港女士 香港的孕婦常常缺乏的事 為什麼呢? 我們大部分的女士都是怕曬的 但是原來單靠食物提供的維他命D是很有限的 最重要是要靠曬 把我們的身體直接照射在陽光底下 5至15分鐘 每個星期2至3次才能吸收到足夠的維他命D 如果我們怕曬 有茶房曬 出去逛街有單把傘 其實很難吸收到維他命D 但其實維他命D也很重要 因為它除了幫助鈣質吸收 幫助胎兒的光落發展之外 其實它也是維持我們的免疫系統 平衡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我們真的不要怕曬 真的大肚都要曬太陽 又或者去吃一些 含維生素比較豐富的食物 例如油脂比較多的魚類 例如三文魚、沙甸魚 這些都可以幫助 還有就是DHA DHA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幫助胎兒老婆的發育 以及視力的發展 幫助他硬仔和老仔 尤其是中印期之後 大約在十四週之後 我們是特別需要的 有什麼地方會特別多DHA 又是魚類 例如三文魚、沙甸魚都可以 甚至直接吃DHA也可以 不過如果吃魚的話 我們要記住 一定要是輪流吃不同類型的魚 不要吃單一隻 因為這樣有機會 會視入過多水銀的風險 葉酸大家都知道 葉酸是可以預防 人腐貧血 以及可以預防胎兒 有神經管道的缺陷 世衛都建議我們 每天最少攝取0.4毫克的葉酸 當然食物上也會有葉酸 例如一些深色的菜蔬 也會有很多葉酸 在裡面 至於鈣質 每天最好攝取1,000毫克的鈣 因為幫助寶寶骨 和牙齒的生長 而在食物上 除了奶之外 果仁和豆腐 都有很多 一些深綠色的食物 都有很多 也可以是一個來源 說了要吃什麼煎後 其實也要提一下食物安全 有什麼是應該要不好吃的呢 我們說酒 真的千萬不要喝 因為酒精有機會影響了胎兒的發育 影響了寶寶的智力 還有有機會造成身體永久的影響 有機會引致流產 甚至早產 如果媽媽有嚴重淤酒的問題 簡直會有胎兒酒精綜合症 胎兒的外形除了比較矮小之外 他們的智力和協調能力都會影響 酒不能喝 咖啡不能喝 其實咖啡因都屬於輕盡劑 確實有機會影響了胎兒的發育 和增加流產的機會 不過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喝咖啡的話 我們都可以有個上限 每天大約不到200毫克的咖啡因 其實如果我們一般去咖啡店去喝 例如一杯Cappuccino 都是大約100毫克左右 所以都可以的 另外食物清潔也是重要的 誰知道食物是清潔 沒有菌、沒有里斯特菌 或者沒有其他大腸趕菌 當然我們最好吃熟的食物 或者是100%煮熟的食物 就是最安全的 一些生的食物 例如海鮮、魚生 那些就真的不應該吃 至於有時候雞蛋 我們都要留意 原來未經煮熟的雞蛋 生雞蛋、溫泉蛋 這些都是不熟的 也要小心 有時候大舅婆沒有胃口 喜歡吃沙律 沙律裡面的菜 其實都是沒有煮熟過的 所以這個都是要小心 另外就是芝士 原來芝士基本上是可以吃的 不過只可以吃硬的芝士 什麼為之軟的芝士 就是不適合孕婦去吃的 至於牛奶 基本上香港的牛奶都是消毒過的 所以牛奶是可以的 很多人都會問 雪糕是否可以吃的 是否軟的雪糕 是否可以吃的 其實我們說軟的雪糕 當然是比較危險的 因為它雪藏的溫度不是很高 但是一般的雪糕 其實我們都會擔心 可以運送的過程 可能溶解了 有細菌進入了 然後你買的時候 你不知道 你以為它一直都是雪的很好 處理得很好 在這個過程的時候 我們擔心有機會有細菌 影響了雪糕 而增加了感染的風險 所以吃雪糕都要小心一點 你問我 最好就不吃了 除了飲食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媽媽都會說 我真的有了 都真的要做檢查 不在家裡就是會吃 會創就行了 我都要去看醫生去做檢查 其實檢查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 我們去找醫生做檢查 就是產前檢查 如果你是第一次見醫生的話 醫生就會問清楚 你家裡的情況 你自己過去有沒有什麼疾病 或者你之前懷孕有沒有什麼問題 今次懷孕的最後一次的經期日 暫時懷孕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也會和你做一些身體檢查 當然也會幫嬰兒做一個超聲波 尤其早期就是第一孕期的超聲波 主要我們都很想看看胎的位置 正常來說 這是一個子宮 黑色的地方就是胎囊 嬰兒家屋 一個胎囊應該在子宮裡面 不過有些太太可能他們的懷孕 就是在子宮外面 這個是子宮王 他的印在子宮外面 這個就是胸外印 就是不正常的懷孕 確認了子宮裡面有個胎之後 我們當然也要去看看 再數一下 你究竟有一個BB 兩個BB 還是三個BB 這兩幅圖是一個多包胎的圖片 這個有兩個圈 這個很明顯看到兩個BB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多包胎的情況 另外我們會數一下BB的心跳 看看正不正常 也會量一下BB的大小 很多時候在早孕期 我們就是量一個貫團長度 就是由BB的頭仔 量到BB的臀部 去量它的長度 而這個長度 一般來說 都可以幫我們 好好地去估算BB的日子 如果女士的排卵期不準 或者月經週期比較長的話 單靠最後月經的日期 去計算BB的日子 就未必準確 所以有時候 我們就要靠量度BB的長度 而猜測BB現在應該是多少周數 而確定預產期 釣完超晶波當然也會驗血 這些產前的驗血又包括了什麼呢 我們一般會驗血型 RH因子 就是我們是負型還是正型血 也會驗我們有沒有貧血 尤其是地中海貧血 德國麻疹有沒有抗體 血型肝炎有沒有帶菌 酸病毒 這些問題 如果第一次檢查是正常的話 基本上就會做一些行常的檢查 如果你在政府檢查 每次都會幫你量體重 驗小便量血壓 量一下BB帶細 和聽聽胎心 一般來說 如果第一次檢查是正常之後 我們就會每個星期檢查一次 當你過了七個月 就會每兩個星期 快要生了 九個月之後 我們就會每一個星期做一次檢查 講完這麼多行常的檢查 很多媽媽都會特別去問 其實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檢查 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給寶寶的呢 有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去檢查 寶寶是否正常 我們正常的正常 正常就是 究竟寶寶會不會有糖時綜合症呢 在很久之前 我們就知道 原來媽媽如果年多月 尤其過了35歲 BB有糖時綜合症的風險 就會上升了很多 在以前我們科技還不太進步的時候 我們如果想檢查一下BB 究竟正不正常 我們就要做一些比較入侵性的檢查 例如抽羊水、抽絨無求 在胎盤底下拿一些湧毛去發現 才知道BB是否正常 但是近十年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比較無創性的 不用太入侵性的檢查 我們有Oscar 也有NIPT的檢查 究竟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 在政府醫院 他們都會給一個Oscar 一站式糖時綜合症的檢查 而這個檢查 其實就大約在十一週之後 和十四週之前 這段時間做的 是一定要在這段時間去做的 我們就會幫BB量量度 頸後面的頸皮厚度 也會驗一些媽媽的賀爾蒙 PAPPA和XCG 最後就會把所有的資料 進入了一部大電腦 把所有的數據進入之後 就會出一個機會率 去估算BB 有糖氏綜合症的風險 如果你的機會率是很低很低的 例如是幾萬份之一 就是說BB有問題的機會很低 那就不用擔心了 但是呢 如果一個機會率是比較高的 例如是一百分之一的話 那就高了 那我們就會比較擔心 可能呢 政府醫院的醫生 也都會再安排你做其他 比較入侵性或者準確一點的檢查 這就是一站式糖氏綜合症檢查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女士都聽過 除了一站式糖氏綜合症檢查 Oscar之外 就有一個叫NIPD 我們叫做無創性的產前診斂 那這個又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再新一點的技術 暫時呢 政府醫院就不可以提供著的 只有私家醫院才可以做到 私家醫生才可以做到 只要BB大過十週 我們就可以在媽媽的血液裡面 去找到一些胎兒的游離DNA 因為胎本開始成熟了 BB的血液 BB的DNA開始 已經可以游走到媽媽那裡了 於是呢 我們抽媽媽的血液 就找到一些屬於BB的DNA 經我們組合之後 就可以再診斷出染色體的情況 這個NIPD呢 其實不只可以驗糖質綜合症的 基本上所有的染色體的問題 1號至23號都可以驗出來 無論是多了還是少了都可以驗出來 所以這個是比較準確的檢查 如果你想知道BB的性別的話 因為第23號染色體 就可以是XX或XY 如果XX就是女仔 XY就是男仔 所以也可以幫到我們知道這個情況 因為我們是直接計算染色體的數量 所以它的準確性 就會比起Oscar 純粹是一個統計學上的估計更加準確的 而假陽性也是比較少的 通常早孕期做完 要是Oscar或NIPD之後 我們就會建議 BB去到20週 即大約中孕期的時候 5個月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個結構性的超聲波 因為BB雖然未成熟 但他們的結構已經長好了 他的身體除了是骨落之外 裡面的器官也都長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他們的結構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例如第一幅圖 就是我們照著BB的頭 我們看到他的頭骨 以及裡面的大腦小腦 其他腦部的器官 這個就是我們照著BB的脊骨 這個就是BB的肚腩 除了看到有胃 有些大血管之外 也看到磁帶出口 這個就是我們照著BB的臉 這個就是我們照著BB的心臟 看看是不是四格 還有一些心反 另外這一幅圖就是照BB的腎 這個就是照著臍帶出口 這裡是照著膀胱 這裡很清楚 這裡是數著有多少隻手指 這個也容易看到 這個是兒子 看到嗎 這個就是女兒 以前呢 我們就是靠這個超聲波 去看看BB 看到Jarger 就是兒子 我看不到就是女兒 有時候都會看錯 BB是兒子 但他藏起來了 Jarger 我們就會失去 這裡就是我們照著BB的持帶血量 所以去到20週 基本上如果結構都正常的話 我們就很安心 然後再做的檢查 純粹都是確保BB 每次生長都是正常 如果BB生長是正常的話 媽媽就不用特別擔心 去到24週 終於輪到媽媽有特別的檢查 去到24週至28週這段時間 我們會叫媽媽去做一個OGTT 就是一個口服葡萄糖耐量測試 其實主要去檢查一下媽媽有沒有陰神糖尿 在媽媽界他們都很有名的 這個檢查也很有名的 因為很多媽媽就鹽那杯糖水 75克 實在太甜了 喝完會有想吐的感覺 所以都覺得是一個很辛苦的檢查 當然有些媽媽覺得這些糖水很好喝 每個人的感覺都不一樣 然後24週的時候就可以試一下 通常我們會驗兩個血 第一個就是胸肚炎 然後兩個小時之後我們再驗多一次 看看你的度數是多少 繼而去看看你有沒有陰神糖尿 因為如果你真的有陰神糖尿 又沒有好好處理的話 那胎孽就有機會過重 出來有機會血糖低 有機會黃 還有嬰兒有機會呼吸 不是那麼厲害的 而媽媽除了將來腦了之後 患有糖尿病的風險增加之外 在懷孕期間有機會糖水 就是胎水比較多 也有增加早產的機會 如果晚真的驗完你真的有陰神糖也不用怕 原來很多時候透過飲食已經可以控制到 只要適當的飲食 還有做適當的運動 通常血糖都可以維持一個很正常的水平 當然有些小的情況 用單靠食物或者做運動不能夠控制的話 我們就可能要用到醫療素來幫忙 當你去到35至37週的時候 你會發覺醫生會特意約你回來 做一個B型鏈球菌的檢查 其實B型鏈球菌是什麼呢? 其實B型鏈球菌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細菌 這些細菌原來在10至30%的女士的陰道都可以找到 對於女士來說 其實是不會有什麼不舒服的 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的話 當媽媽要生嬰兒的時候 胎膜穿了或者胸頸打開的時候 這些B型鏈球菌就有機會感染嬰兒 引起早發性的肺炎或者腦膜炎 雖然就算媽媽真的有 而嬰兒受感染的機會都不是很高 但是一概都不想有 所以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就會在媽媽35至37週的時候 特意在陰道拿分泌去化驗 如果媽媽有B型鏈球菌的話 我們就會說她是一個carrier 當她要作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幫她打抗生素 其實這隻菌很差的 一打抗生素基本上 全數都可以被我們殺光 這就不會影響嬰兒了 當然如果你不是carrier的話 我們都不需要打抗生素給你 因為我們不想嬰兒和你吸收了一些多餘的抗生素 檢查完 當然要說說生嬰兒 其實生嬰兒經常都說會有三個症狀出現 就是見紅、穿水、肚痛 見紅其實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的 一些分泌家就是血絲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 是一個mucous plug 在子宮頸上 當胸頸開了 這個吸收了很久 在胸頸上的 plug 就會掉出來 這個 plug 是血絲的 所以就叫見紅 通常見紅都不用擔心 一天至七天才生都不出奇 所以如果你很肯定是見紅 而不是流血的話 你可以慢慢觀察有沒有其他分泌的症兆 就不用馬上進去醫院 但當然你不肯定有機會是流血的話 你當然可以進去醫院做檢查 至於穿水就是保護嬰兒的胎膜 穿了孔 那些水就有機會流出來 那有些人穿水是很戲劇性的 就像電視一樣 真的一個水球爆了 濕了 整個地上攤水 那有些人穿水 那孔子可能比較細 保持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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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滲 所以大肚的媽媽和她快生 都要留意這件事 問一下內褲有點濕 問一下有沒有尿味 是不是持續性 這些都是令我們知道你是不是穿水 不過穿水因為寶寶沒有了保護胎膜 如果你真的有懷疑的話 我們建議你先進院做檢查 這樣會穩陣一些 至於肚痛 其實就是子宮收縮 很多時候懷孕都會有些子宮收縮 媽媽就不會分辨 究竟這是鎮痛 還是我們說假性的功縮呢 我們可以用它的規律性 頻率 體感和強度來分別 如果真的鎮痛的話 是持續的 通常開始可能10-20分鐘之間 但是慢慢就會越來越密 也會越來越規律 你會感覺到真的痛 而且這些痛會越來越厲害 而假症收縮通常都是一天 可能兩次三次也不痛 當真的有精兆要生 你有沒有想過究竟是順產生 還是開刀生呢 其實老實說 各有各好的 亦都不同人有不同的原因 去選擇不同的生產方法 順產就是嬰兒經過鏟度 靠你的力量推出嬰兒 當然 因為我們不用有傷口 復原都會比較快 嬰兒這麼辛苦 經過這麼窄的鏟度出來 他們的肺部功能 其實都鍛鍊了 所以出來都特別厲害 另外呢 當然 要自己生產前的腎痛 都是辛苦的 亦都經過這麼大的嬰兒經驚度出來 都會增加了龐胱下垂的後遺症 那些時候 生產過程都會有很多突發的情況 例如 未必公頸可以完全開曬 或者嬰兒也可能在生產的過程 可能他會心跳慢 未必一定成功 我們說十個人去順產的話 大約七個人可以順功 另外可能兩至三個都不能夠正常順產 可能需要一些儀器去幫他生產 甚至需要緊急開刀 如果嬰兒真的特別大隻的話 都有機會出現堅困產的問題 即是嬰兒的肩膀出了 肩膀出不了這些問題 至於開刀 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因為媽媽怕痛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特別的原因 我們需要考慮 例如嬰兒的頭不是向下的 胎位不好 或者胎盤阻礙了產度 或者胎盤前置 嬰兒在有公宿的情況下 他的心跳不是很好 我擔心他有缺氧的情況 這些都是一個原因 我們想幫媽媽幫嬰兒才會開刀 但是當然幫不了媽媽 也有些媽媽都會覺得 不用痛那麼久 把所有的交給醫生 一個很有計劃的生產 是在心理上會來得容易的 這些都是一個好處 但是原來開刀也有一點點不好處 那些不好處始終媽媽總有個傷口 始終手術後的恢復 如果比起自然分辨 都會慢一點 還有所有手術都有機會 有風險有併發症 尤其是如果我們開刀 有些人特意選一個時辰 特別早過38週的時候 都擔心嬰兒未完全熟透 或者肺部未成熟的話 有機會他休息 尤其不好 因為他沒有經過剷 他自己都不知道 突然下一秒出來了 他們就沒有好好準備 肺部未成熟的話 有機會有肺部透氣的問題 如果真的順產的話 通常我們的生產過程 都有第一、第二、第三個產程 第一個產程通常是 開始有痛到宮頸全開的情況 好久的 第一次第一胎的通常要8至12小時 第二胎好一點 6至8小時就可以了 而子宮收縮的頻率 力量都會隨著時間而增加 一路媽媽作產的時候 我們都會監察著寶寶的心跳 第一行就是寶寶的心跳 第二行就是子宮收縮的密度的情況 確保媽媽和寶寶都是一個安全的環境下 很多時候我們也有很多止痛的方法 你可以考慮坐分面球 可以聞笑氣 可以打止痛心 甚至做蒙痛分面 都是很有效的止痛方法 當痛了那麼久 宮頸全開了 就進入了我們的第二產程 就是宮頸開到寶寶要出生 我們就叫做第二產程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外陰附近 剪一個細細的傷口 我們叫回陰傷口 雖然現在我們盡量避免的 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話 都會剪一個大約兩厘米左右的傷口 幫助寶寶容易生出來 剛才提過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順利生出生 有時候 嬰兒已經在陰道一段時間 第二產程已經過了一小時 過了兩個小時 媽媽都不夠力推出生 又或者我們發現 嬰兒開始被迫著 辛苦了 我們就可能 用一些方法幫嬰兒出來 可能會用鏟鉗 或者用真胸吸引術 吸盤放在嬰兒裡 拉嬰兒出來 其實我們盡量都不想用這些方法 你看到嬰兒有個印 這個就是因為用鏟鉗夾出來 嬰兒的面珠燈有個印 所以媽媽靠自己 我們不用醫生幫忙 當然如果真的不能順利生出來 嬰兒在嬰兒裡有生命危險 我們都需要用這些輔助的方法去幫忙 至於開刀又是怎樣 通常開刀我們都是在肚子最下的位置 在肚子最下的位置 在肚子最下的位置 於是再由肚子最下的位置 慢慢一層一層 進去子宮裡 拿嬰兒出來 由肚子至子宮 差不多有七層 我們需要逐層打開 當我們看到嬰兒之後 我們就會在子宮頂上推出嬰兒出來 我們就接著嬰兒 生完嬰兒 在傷口裡 拉著胎本出來 之後 把打開這麼多層 然後把打開 現在就是開刀了 剛才看過 開刀始終是一個手術 是有風險的 風險包括流血 有機會輸血 有機會傷到附近的器官 還有有機會發炎的風險 當然 懷孕來說 都是一個 我經常都會覺得 是一個很神奇的一個旅程 你不是自己一個個 這個旅程 除了你和寶寶之外 還有你的家人 還有你的伴侶 一起陪你講 當然 我們婦產科醫生 也會好好地幫你走過這個特別的旅程 希望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講座 也會幫到大家 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當然你們可以留言 我們都會一一解答 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拜拜